1969年你在干什么 我在扫厕所还没解放呢 你是说无理的 你当时在干什么 我上午要搞卫生 下午还要挨披痘 我们在这里下折等 人家在搞建设 这是新中国城里以来 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 1978年 74岁的邓公带领多位专家 开始的日本之旅 期间他们参观了日本最大的钢铁厂 发现这里的钢铁不仅质量好 产量也好 每年能产出1200万吨 是当时全中国所有钢铁厂 加起来的50% 这样的情况完全超过了邓公的预料 而当他得知 眼前这些先进的机器 都是在1969年制造出厂时 他不禁陷入了沉思 并询问起大家 当时在干什么 结果专家们要么在扫厕所 要么在农场喂猪 随后工作人员又陪同大家 来到了另外一条生产线 专家们再次开了眼界 因为这里的闸板都是用计算机自动控制的 而我们当时使用的设备 还是日为以前留下的 没有一台能够达到如此水平 看到日期现代化的流水线 以及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后 邓公心里对中国应该如何发展经济 也渐渐有了答案 邓公决定抓紧时间建设宝钢 让我们也尽快拥有一座大型的现代化钢铁厂 专家听后也表示赞同 并告知了邓公一个好消息 原来国内一大早就发来电报 经过五十几位专家的研究和实践 宝钢已经解决了地基悬殖问题 只要把钢桩打到地下60米深的地方 就能承受起整个钢铁厂的负荷 邓公大喜过望 当晚就提出要和日本有关部门商量 请他们派专家对宝钢建设进行支援 不过当时还是计划经济 做什么事都不容易 而且全国上下也有不少争论 因为建设宝钢实在是太贵了 需要花费两百亿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邓公也曾犹豫过 但是此次日本之行 让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这个振兴中轨钢铁工业 这是个支柱性工程 它代表着世界的先进水平 所以说再也不能争论了 务力意见 尽快地开工建设 这个中轨的钢铁工业和贵民经济的发展 那说老实话 咱也没有拖了本钱 事实证明 邓公的决定是正确的 宝钢的建成 使我国的钢铁业 迈入了国际先进水平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 邓公英明果断的战略判断 他为中国所做的一切 在时间的考量与证明下 也显现出了他的伟大 让我们一起向邓公致敬 故事还没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小虎你现在月工资多少 42元五角 你看火力吗 是低了些 实在是太低了 让我说 应该是八级 至少是七级 这是邓公第三次视察大庆油田 1978年 邓公路过大庆时 特意看望了石油工人 他先是参观的油田 之后又随众人一起来到了仓库 管理员小何健壮 立刻跑上前迎接 这位女同志可不一般 她是厂里的生产标兵 还是全国的劳动模范 仓库里面几万件物品 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到 他的父亲也是大有来头 是英雄钻警队的队长 十几年前就和邓公认识 邓公看到他亲出于蓝 十分高兴 于是主动提出要到仓库一探究竟 随后众人来到仓库 邓公拿起记录表 随便点了三样东西 并亲自为小何系上黑金 谁知没一会儿功夫 小何便从容不迫地找到了物品 这一幕令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呆了 邓公也不禁带头鼓掌 并对他赞赏有加 随后邓公关心起了他的生活状况 当得知小何的月工资还不到43元时 他感到十分不合理 因为像小何这样积极工作的标兵 最起码得达到7级的工资标准 也就是90元左右 于是提出要为工人们加工资 后来在众人的陪同下 他又参观了工人们的住处 不过当他走进房间时 却被眼前的景象当场愣住 只见屋内破烂不堪 头顶还开着天窗 整个房子仅凭几个木桩之称 随时都有可能坍塌 大幸是工人阶级的旗帜 为国家的石油产业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 工人们仍旧住在这种简易房里 看到了职工生活的如此贫苦 邓公感到十分内疚 为了改变现状 邓公叮嘱大幸的领导班子 一定要关心工人的生活 多倾听他们的合理要求 让大家的生活都得到保障 我再说一遍 我们大幸工人的工资太低了 应该调高 房子应该改得好一点 要改楼房 我们大幸的领导班子 要前方北极的 让他们住得好 吃得可口 让我们的工人孩子 有幼儿园景 有小学初中高中可以住 邓公希望大幸的领导们 尽快行动起来 争取在他下次来之前 让工人们住上漂亮舒适的房屋 邓公的这些话 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会场上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的场声 邓公在注重石油生产的同时 也不忘记石油工人的辛劳付出 他时刻欣喜群众 为人民着想 这样的品格值得我们学习 让我们一起向他致敬 故事还没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如果说社会主义是穷的社会主义 那我们要这样的社会主义干什么啊 人民就有权抛弃我们 我们就不配叫共产党 这是邓公在1978年发表的北方谈话 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开篇之作 当时邓公刚从朝鲜回来 途经东北天津等地 花费了七天时间 考察了八座城市 到达麒麟长春时 省委书记王安茂立刻跑来向邓公诉苦 他表示 最近的工作开展很不顺利 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卡在那里 迟迟得不到解决 就像企业的规章管理制度无法落实 工厂的设备不知道该更新还是该造 光机所的频繁工作也总是遇到障碍 这些实际性的问题一直无法推动 简直要把人给急死了 我们很多同志都非常的困惑 甚至省委常委都看不清前面的道路 你比如说 这两个凡事到底能不能够突破 主席说的话 主席定的案子 这到底能不能够改 我们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 由于当时大家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 很多同志觉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不应该去发展经济做生意 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大家一时间都处在徘徊的困难局面 不过邓公心里明白 搞社会主义与发展经济并不冲突 于是决定进行一次丰富而深刻的谈话 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为大家解忆答惑 在会议上 邓公提出要走新道路 希望大家可以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 在高举毛泽东思想遮变旗帜的同时 尽快找到一条治国的崭新方案 然而如何高举却成了大问题 邓公表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实事求是 而现在摆在祖国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国家的贫困 邓公表示 我们的爱国不能只表现在精神层面 当年我们上井冈山闹革命 万里长春过草地 许多同志都流血牺牲 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如今我们要做的就是发展经济 改善人民的生活 因为良好健康的经济 才是全社会发展的根基 同志们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主义力 集中在高现代化建设上面 社会主义力优越些 就体现在它的发展速度 比资本主义要快一些 我们只有一心一意高建设 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 努力 提高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 让我们所有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我们的社会主义 才会离于不败之地啊 邓公异于点醒梦中人 同志们也终于开始思考 今后该怎样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对于改革开放 邓公有着极高的热情和信心 他想法超前 胆识过人 勇于打破僵局 开脱心路 正是有了像他这样的领导人 我们才能扛住历史的考验 逐步走向辉煌 让我们一起向登公致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